用T200画一锅锡,看需要多长时间,咱们把这个插到手柄里边,然后开机,站上有时间显示啊,开,咱们看站上秒数就行了,大家看屏幕中间显示的时间,然后左下角呢,显示是功率,你看现在显示210多瓦,它标称是160瓦啊,你看它虚标了多少,反向虚标了近50瓦,所以说啊,200瓦,你想想,这个威力是很猛的啊,我刚才用它烫线头来着,很好用。 现在冒烟是因为我刚才这个蘸锡的,蘸完锡这是热的,我把它刚烫完水,所以说它凉,凉了之后这残留的水,准备看一下多长时间能化开啊,以前用这个T80P带这个锡锅是1分50秒,大概2分钟吧,能化开,这个肯定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啊,这个威力很猛,看现在188瓦,190瓦,咱以前测试的时候,它峰值能达到210瓦,看,马上, 这才48秒,这已经冒出来一块了,看,马上就化了啊,五十,你看,55,55秒,你看,已经都化成这样了,现在一分钟,一分钟基本上都,你看,化了啊,完全化了,一锅锡都化开了,厉害吧。 这款T200呢,优势很多啊,首先,它这个烙铁头啊,和市面上是同用的,然后它这个屏幕是IPS屏,2.4英吨的,然后呢,外壳是全铝合金的,做工非常精细,它可以匹配四款烙铁手柄,T12,CR45,210和C115都可以适配。 我是今天来做这个线啊,烫线头,随便给大家拍一下,我也想知道它的威力到底有多猛,确实挺猛,还有这个烙铁头,说给大家拍视频呢,也没时间拍啊,改天给大家拍。 另外在我橱窗里买过,包括T80P,然后T200,还有T300的,有需要这些烙铁头的,我可以告诉你,我在哪买的啊。 对吧。